中美两国运动员 共同组建混酸比赛的团队 来参加比赛 这已经成为当地的热点新闻 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件事是怎么缘起的 是怎么促成的 其实当时也是 那天晚上和江总 我们一起在聊 中美乒乓外交 50周年纪念活动就说到了 其实中美的关系 江总也提到了 需要政府和民间 两个轮子一起转 在50周年纪念活动 前面咱们策划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以纪念和晚宴 等等这种活动来去推动 我想如果说在士兵赛 这样最高级别的赛场上 推动中美两国的乒乓健儿 共同并肩作战 这比这些活动可能来得更生动 更立体 让大家更关注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推动两国人民 这个友好和友谊 同时还可以调动两国对乒乓球的热情和激励 跟国际平联的CEO Steve和他们的团队 我说了这个想法 当时说这个想法之后 他们听得也很兴奋 说这真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国际平联还有规则 他们要查一下这个规则怎么去弄 然后还要征求所有职位的同意 才可以执行这样的规则 当时离第二天早上抽签的截止 还有十分钟了 他们说你们中国平协和美国平协先写一个报告 我们写了一个报告 这个国际平联团队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一直折腾了一夜 因为毕竟在疫情期间 有些职位在美国 有些职位可能没在美国 还有时差 但是他们需要每一个职位 来去支持来去同意 但是我想大家不可否认的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两国的关系 如果通过乒乓球 这个小小的载体这项运动 如果使乒乓键耳能够在赛场上 能够传递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 两国球员的互动 能够带动起来 大家都觉得这是乒乓球历史的这种荣耀 所以经过所有人的努力 最终州美混合双打配对能够实现